大家好,我是REX,相信各位都知道七龍珠吧? 最近我也迷上他們的遊戲機台 那我因此想來做些七龍珠的影片 那我們就從賽亞人的傳說開始做起吧 超級賽亞人傳說 這個傳說到了電影《神與神》 還增加了《超級賽亞人之神》 讓這條傳說變得越來越神秘 那到底是怎麼樣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超賽神》 就是變成紅頭髮紅瞳孔的樣子 有了神的氣息 悟空和貝吉達都是變成這個樣子 可是神真的都是這個樣子嗎? 現在要來先講的是《神》布羅利 相信各位一定都知道布羅利 就是那個卡卡路都的那個布羅利 那這次的《神》布羅利出現在4D電影裡 由於是在日本限定播放 所以也沒有素材可以看 不過我有一些預告截圖等等會放在旁邊 而因為這次電影標題是Z而不是超 所以不是正史的劇情 算是跟以前Z電影版都是平行世界一樣 這次的電影劇情是發生了龍珠超到變身超懶的劇情 也經歷過全部電影版布羅利的世界 所以比較少台灣人知道 但是他依舊是帥氣度破表的角色 這次的布羅利是舊版 邪惡的傳說超級賽亞人 給他的介紹是 擁有破壞衝動 並會感到愉悅的邪惡賽亞人 對悟空有強烈的恨意 那布羅利擁有超級賽亞人3 和超級賽亞人4 就跟GT悟空他們一樣 但是現在他終於達到了專屬自己的進化 這就是這次的神布羅利看起來像是超級賽亞人3 但是他的眉毛沒有改變 髮型也有所不同 有了長瀏海 他本人沒有說自己怎麼復活的 但是北濟達猜測 是布羅利對悟空的憎恨 這個強大的執念導致布羅利自己復活 這樣傳說超級賽亞人也太強 還可以復活自己 神之明是沒有誇大的 而由於能夠擊敗超級賽亞人藍的強大實力 他被悟空命名為神布羅利 神布羅利登場的時候天空會變暗 而地形會產生巨變 這都是他強大的能量造成的 而由於太強大了 所以悟空向神龍許諺 跟所有的在場觀眾融合 於是悟空實施了神之融合 對,因為是4D的電影啊 所以會有互動 你就要用手指跟悟空對在一起 然後就變成神之融合悟空 長得跟悟吉達很像 但是眉毛顏色不同 褲子的顏色也不一樣 反正變得超強的 最後神融合悟空 使用神之龜派氣功擊敗了神布羅利 那之後 神布羅利也有登場在龍珠群雄的機台 不過台版能不能玩到就不知道了 那說了那麼多你們會想說 所以瑞斯你是不是騙我啊 超賽神根本不是不努力啊 欸對,沒錯 只是這樣打標題才會有人點進來 否則沒點閱我的生活費岌岌可危 但是 超賽神與超賽的傳說 與詳細設定已經由鳥三明老師徹底解釋了 那就是最強Jump所附贈的問答龍珠 那鳥三明老師所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 賽亞人是不是都會成為戰鬥員 老師的回答是 剛出生的嬰兒會被立刻測量戰鬥力 數值基準比較高的會被視為上級戰士 很快的就會以戰鬥員後補來撫養長大 與此同時 在這段時期之後 後期數值仍然還是很低的會被視為下級戰士 會成為技術人員或是成為被送往別的星球的孩子 將星球征服並成長成很強的戰鬥員 就可以返回故鄉星球 但是被送往別的星球的孩子 生存率普遍不高 拉蒂茲被視為上級戰士 因此被分配到正規戰鬥員 娜霸的集團 在很小的時候便開始戰鬥 不久之後達爾也加入了這個集團 第一題主要是解釋以前動畫中沒有集團的問題 然後補充龍珠超、布羅利的電影 一些非戰鬥人員的設定 那第二題是 修行的話 誰都可以成為超級賽亞人嗎? 哎呀 老師回答 並不是喔 並不是誰都可以透過修行和憤怒成為超級賽亞人 要成為超級賽亞人的必要條件 取決於體內的S細胞 當這S細胞達到了一定的量 再透過憤怒等等之類的為契機 讓S細胞爆炸性的增加 身體就可以變化成超級賽亞人 幾乎每個賽亞人都有S細胞 不過量並不多 悟空和達爾的孩子 之所以很容易就可以變成超級賽亞人 似乎是因為在某種程度上 繼承了相當大量的S細胞 另外地球的環境也比達爾行星 更容易平靜沉穩的生活 那第三題是 為了成為超級賽亞人 該如何增加S細胞 老師回答 增加大量S細胞 最重要的是要有沉穩的精神 不過這對大部分的賽亞人來說很困難 這就是為什麼有很久的一段時間 沒有出現過超級賽亞人 所以超級賽亞人成為傳說的原因 不過即使有沉穩的精神 也不可能輕易就達到可以成為超級賽亞人的量 所以仍然要有一定的戰鬥力 我覺得這樣應該更能容易理解 悟空為什麼可以成為超級賽亞人 所以這兩題解釋了 悟空因為以前一直在地球 所以過了很開心平靜 而S細胞有所增長 也因為有強大的戰鬥力 最後因為憤怒成為契機成為超級賽亞人 而達爾我猜他應該是在地球的時候 與布馬戀愛有享受到平穩的生活 所以最後也才能變成超級賽亞人吧 所以老師算是補充特蘭克斯和霧天 能夠那麼容易變身的原因 都是因為有復興的努力 才把S細胞移償給他們 而且第六宇宙的賽亞人 因為過得很平穩 所以戰鬥力也都還不錯 才能輕鬆變身的 那接下來的問題是 弗利伊朵害怕的傳說的超級賽亞人 和神與神中 超級賽亞人是神的關心事 老師回答 就某種意義來說是同一個人物 這是相當久以前的事 在賽亞人的星球 還不是達爾行星的時候 擁有正義之心的賽亞人戰鬥員亞摩西 和五名同伴舉起反抗之旗 被逼到走投無論他 這時初次變身成超級賽亞人 這個變化可怕到 讓戰鬥中的其他賽亞人 都感到驚惡 不久 刮目敵重的亞摩西 筋疲力盡的倒下了 不過這個傳說也因此開始了 之後 亞摩西的靈魂繼續飄盪 尋找著六名擁有正義之心的賽亞人 尋找更能成為救世主的 超級賽亞人之神 那這跟比魯斯尋找的超級賽亞人之神 又有什麼關係呢? 老師回答可能是比魯斯在預知夢中 捕捉到了來自亞摩西靈魂傳來的訊息 另外亞摩西的靈魂 共鳴這件事也由當時的納梅克星長老 記載在納梅克星的傳說之書 所以才會有成為神的那個儀式 因此啊 我們知道傳說中的超賽神是亞摩西 其實亞摩西雖然被稱為超賽神 但是他其實沒有真正變身成那個形態 他所選擇能夠成為救世主的超級賽亞人之神 我自己猜其實就是悟空了 因為悟空的確是因為變成超賽神 阻止比魯斯破壞地球 也因此開始修煉 擊敗黃金佛力雜 擊敗扎瑪斯 擊敗了其他宇宙 真正領悟神的技巧 自在極意 最後才能讓17號許願 拯救全部的宇宙 那我個人希望能看到就是 出個特別篇讓我們看到古代的賽亞人的狀況 為何正義的賽亞人那麼少 他們對抗的賽亞人是誰呢 雖然有可能是龍珠群雄的康霸 畢竟是有邪氣的賽亞人 而且對紅色的賽亞人很敏感 但是其實亞摩西沒有變身過超賽神 所以我相信之後就算會出現康霸 也是鳥三明老師自己親自設計的新版康霸 那這次鳥三明問答龍珠的資料 這個部分是由巴哈姆特爾 K.E.N.K.E.N.451199大大幫忙提供的 大家也可以去他的巴哈小屋看看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裡了 想要看更多龍珠影片可以底下留言 我是Rex 喜歡可以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那最後說一下 這次的這個Jump 有附龍珠群雄的卡片 大家可以去買 然後咒術迴戰 這個漫畫也是非常好看的 那就先這樣啦 掰掰 掰掰 拜拜 拜拜